当然事实上这几年来 中国的数学的学习内容也是饱受争议 最近我们的高考数学题甚至惊呆了外国的学者 英国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考题是勾股定理 中国高考的几何题需要做出这么多辅助线 当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 今日把两道考题展示给参加第六届 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的中外来宾时 白头发的外国学者都发出了一片惊呼 中国学者却默然 大屏幕的上方是英国大学新生的数学题 直角三角形的直角两边分别是三厘米和四厘米 问斜边长多少 而中国高考数学题则让很多人一时间没看明白求解什么 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 中间画着至少四条辅助线 而经历过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折磨的中国学生 也需要好一会儿才能够画出中间几道辅助线 外国学者的惊呼是惊讶还是佩服呢 这一点我们真的猜不出来 中国学者的默然是自豪还是光荣呢 我们也不好定论 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我们的数学题虽然难于上青天 但是我们的数学能力在世界上却是偏低的